盧遠生季初的願望落空 各大錦標他們只是禪聯聯賽成功 現在我們即將回顧 1991-92年度球局中值得回味的賽事 首先看看胡好杯 由南華會這隊集全港精英的港聯 這場比賽在賽事之中 也出現了一個值得相確的問題 當時球證的吹罰是任偉雄 犯了新的龍門在禁區裡的條例 每天吹罰一個間接的自由球 而藍三的港聯隊 也藉著這個罰頭射入了 那事由證明當時的投證判決是錯的 去界狼闊四大錦標的南華 這場聯賽竭目戰是面對競旅的魚丸 開球後不久 山道士已經首先投南華射入一個 很漂亮的罰頭 繼而羅偉智再增添入球 對方的魚丸今屆是增強兵力 在澳洲買了幾個外園的球員回來 自然也希望今屆有較好的表現 希望向各項錦標挑戰 這場聯賽的鐵目戰 雙方打得非常激烈 結果南華射入一球球是壓倒魚丸 球賽進行了三分之一的時間 魚丸會在積分方面已經逐漸落後了 更加堅持在銀台的初賽裡面 他們落筆打三更 爆冷被米枝路淘汰了 這場球需要加持四十年晚 但我們看到中場球員如見得在林園場前追成平手 結果雙方要以十年馬決定勝負 魚丸會的梅黎宴客 而米枝路的中堅郭士尼 在最後一個入球射入了 結果魚丸會在銀台賽裡面 又再次被米枝路淘汰出局 金戒被認為是一支黑馬球隊的星島 在貴初的表現非常好 這場是銀牌準決賽的賽事 李鑊家投隨頂入這個球 結果星島是淘汰了南華 但是南華這場球正選手 門員張惠康沒有上陣 任惠雄打手動目關 除了黃三的星島殺入銀牌的決賽之外 另一支穿上紅三的商業球隊 快樂通也贏了伊波路入決賽 第一場雙方打成平手 需要重賽 重賽見到許孫榮替星島打開紀錄 當時仍然在陣的秦國榮 送球到左邊 而快馬陳志康落底線送到中間 侯耀德門前接應 射成二比零 結果星島獲得更戒的銀牌冠軍 警察對漁院這場賽事 原本是實力懸殊的比賽 但是在球賽當中 雙方發生了不愉快的事件 結果綠色衫漁院的柏蓮盧域 被球證紅牌驅逐離場 而警察的教練謝永蓮 亦都被球證要他離場 因為他打對方的球員拍連無域 起因拍連無域 吐口水落對方的球員那麼貶 明白嗎? 從連唱紅三的藍華對驅騰 這個十二碼 因為觀眾覺得球證五件 判過的時候不是很公道 所以幾乎是因而口角 繼而釀成了不愉快的場面 有這件事 竹總和警方也從此重新檢討 旺角牆的安全問題 總督部的準決賽 東方對伊波羅 伊波羅是穿橙色衣服的 這場球打得相當激烈的 看到和仔時的這個球也很漂亮 但是這個是索達琳 也伸手敏直頂出這個球 這個球是一勾 勾得相當之美 牛熊也不負 這個湯神的所托 左腳勁射入網 大家看到東方的統帥 林建明先生也很失望 這場球因為輸了 好了, 總督杯的決賽 由南華會對伊波羅 也是整個球櫃之中 是最矚目的一項的淘汰賽 橙色衣服的伊波羅進攻 基力給了湯神 立刻走到左手邊 郭鑑輝追著基力 基力在力壓之下 也出了進入中路 落點非常美妙 梅利一頂的入網 梅利也剛從遠會轉回到伊波羅 伊波羅首先打開紀錄格 南華的反駁 尼福在左手邊直推入近區 陳國輝將他勾著球證 直指十二碼 結果南華由山道士操刀 看看行不行 山道士一射 雖然索格陵捉得到 但追成是一比一平手的 到了林元祥之前 伊波羅突然作出一個好調動 由歐偉倫入體吳鑑雄 果然也憑著 歐偉倫最後一次的機會立下奇功 挑過龍門張惠康射成二比一 林元祥五分鐘的入球 令南華會這場總督杯中輸球 而且由於接近完場的關係 南華會沒有仇報 這球也奪得今屆的第一項 淘汰賽的錦碟 這場聯賽賽事東方對南華 紅衣的南華希望是纖綿錦碟 但打到現在為止 是季尾才決定今屆冠軍誰屬 因為南華三大錦碟都沒有了 唯有寄望在聯賽的錦碟而已 尼福果然是見功 東方這方面要擊敗南華 才提高他跌標的機會 看一看這個球 李建和和小熊撞了一堆 然後再由東方南白衣的失頓 門前進入高了這個球 非常可惜,這個球浪費了 相反來說 紅衣的南華一次攻勢就搞定了 摩根右路撈過來中間 被基亞投手一撮頂了這個球入網 二比一的紀錄就是南華領先 張金華左腳拉得怎麼樣?不行 一拉過去就正了頭 對方的守門員是沒收了的 皮膚表現過人的功架 但這個球就無緣無故踢回頭 看看怎麼樣 這個球如果和仔鬥入 戰果又不同 球已經鬥過龍門的頭了 可惜被基亞回來是剷了底線 這場球如果東方能夠擊敗南華的話 他們奪取這場聯賽錦標的機遇 大大提高 可惜整場球都欠了運氣 漁遠對東方這場聯賽 在大球場改戰之前 最後一場的夾足聯賽 大概要兩個球櫃之後 賽事才可以在這個球場重新舉行 四月份第三項的淘汰杯 竹總盃開羅 但今年四月漁遠拿得特別厲害 竹總盃的初福賽賽的賽事 全部都要改旗因為天宇的關係 而這球路對東方這場賽事 更加比賽了大半的時間 球證因為天宇和行靈的關係 被迫吹雞腰斬比賽 第二巡環的甲組足球聯賽 是紅衣的南華白衣的講會 這場球是創出了甲組聯賽賽事之中 一個罕見的大比數數字 南華十三比零的大勝講會 南華計室銀牌和總盃杯之後 在第三項淘汰賽 竹總盃的準決賽 又再次被發彥通淘汰出局 現在他們剩下 只有聯賽一個錦標 可以供他們爭俗的 發彥通贏了南華之後 進入決賽 在決賽面對的是伊波蘆 這場球也是在濕滑的場地上進行比賽 好, 看來這球機會給梅利先開紀錄 剛剛是撞正門尾 也就是第一個杯賽的決賽 是安排在旺角球場上演的 因為大球場要改建的關係 好, 混戰之中 果然有這個葛伊亞 好幸運地對方解圍散落他的腳 他剛剛起腳就撞了他 看看, 米盾仔左腳解圍散散落 葛伊亞的腳是唯一一個入球 成為今屆雙鳥冠軍的球隊 聯賽第二場環南華對星島的賽事 可能是今季南華會最重要的賽事 這場球南華不成功的則成人 在只可以贏球 不可以和球的情況之下 仗是用命 結果憑是基亞先開紀錄 而其後摩根也感上天花 以四比零是大勝星島成功 全聯今屆的聯賽冠軍 也是今年南華會唯一的冠軍